顧客神情凝重前往百貨櫃台 经过五分钟沟通 由工作人员带领进入角落办退费 保龄食物中毒案 即日起开放现金退款 三十一号下午则是累计通报 三十一案例两人死亡 北市也公告新则一名案例 身体指数正常返家观察中 另外饶河街分店 也有民众吃了咖喱人当而不舒服 检验结果也出炉 确认这个诊断 是所谓的感染性的肠胃炎 它的血液的检查并没有看到 米酵菌酸致病人 所以目前这个案例应该属于 跟本次在保龄S3 这个系列的案例可能是不相关 保龄的两名饶河店案例 一起研判为肠胃炎 一起跟指数较高 两人检验结果都呈现 米酵菌酸阴性 确定米酵菌酸仍然在百货S3内 并未扩散 但是除了两死亡六住院案例 未住院病人中 却又再检出四人体内含有米酵菌酸 在S3用餐的这边 我们验了包括这个住院这些 八个 然后现在四个就十二个 十二个多验出 而北市三十九家百货大卖厂 美食街机场结果也出炉 十六间有卫生环境缺失 一间没投保产品责任险 限期改善中为者开罚 目前为止保龄多项食材检测 结果都是米酵菌酸阴性 外界怀疑问题可能出载酱料 甚至有桃园病患反应 保龄的酱料非常苦 不过目前食药素检测 同批酱料酱油及老抽 也都是阴性 医师认为最后还是得问 代办厨师到底做了什么 另外先前苏丹红风波 全国学校已经暂缓使用 咖喱粉与胡椒粉 现在风波再一波 有团善业者已经决议 再占款咖喱 学生想要吃到还得再等等 接下来张静本文艺庭特别报道 保龄中毒闹得人心惶惶 可怕米酵菌酸到底怎么防 医师指出原来食材应该这样装 在这个个别的包装里面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至少在伯克霍尔德士菌 这种需要非常营养的 这种培养米环境里面 它是不太可能去做滋涨 为了料理方便 除了冰存食 常会将类似食材混装在一起 厨师更为了节省出菜时间 会先把大量粄条米粉煮熟放凉 等到顾客点餐时 再抓来下锅加料现炒 这样的SOP完全错误 因为米酵菌酸早已大量滋生 建议还是现吃现做 即便高温处理米酵菌酸 其实是没有办法被解掉的 如何防范恐怖米酵菌酸 家庭主妇较常饭的错误 就是锅里没吃完的饭 等放凉了才进冰箱 其实应该趁热 温度大约65度左右 就可以放入保鲜盒乘装封好 放入冰箱冷冻了要吃时 再遵守即可 至于干货要泡发 以往作业更是大错特错 像是泡发木耳 泡之前先用清水冲洗一次 泡的水更是要每四小时换一次 最好再加上这两样 促获柠檬水 让水呈现酸性 就可以抑制米酵菌酸滋生 干货很可能要曝散 那在空气中 可能就有一些灰尘细菌 所以你先冲洗一下 那一定放在冰箱里面去泡 这样会比较安全 由于米酵菌酸 就要在摄氏 二十二到三十三度 以及酸碱值中性的环境中 迅速增殖 所以民众保存食物 只要多加留意环境及温度 就可以避免拔毒吃下毒 记者李清英贵轩 台北采访报道 小宝贝宝贝 不舒服 娃娃大哭 张话间有阿嬷 小跟鸡 喂不到一岁的男婴 喝蜂蜜水 以为可以促进排便 却出现全身抽搐 嘴唇跟四肢末梢 因缺氧变成青紫色 送进急诊室 血氧剩90% 孩子暂时缺氧 送医后减回一命 错误的育儿观念 却让医师直腰头 因为孩子不到一岁 根本不能喝蜂蜜水 很有可能导致肉毒 感菌中毒 不只只有蜂蜜 包括它相关的制品 可能做成饼干 或是其他的糖果 还有蜂蜜的食物 超过六个月大的婴儿 虽然可以开始吃副食品 但肠味道跟免疫系统 还没发育健全 巧克力糖果坚果 含久的麻油鸡也不能碰 巧克力还是蜂蜜 它都会比较大一点 像这样就可以 所以里面都会有一些 不干净的食物 小孩吃了会中毒 还有大量蛋白质的燕窩 也最好在六个月后 才让婴儿慢慢食用 如果有过敏反应 要立刻暂停 什么难吃 什么不能吃 最好先喂过医师 才不会用错方法疼爱 反而害了心肝宝贝 记者黄校福利云杰 台中报道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 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 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 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 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